高雄大樹區有駕駛呢 飲酒之後開車上路 就遇上警方攔茶 他行曲加速投意 連闖了好幾個紅燈 現在一度還要衝撞警車 最後是在支援警隊包夾之下 成功被攔捕 但是他除了被依照公共危險罪 以及妨害公務罪嫌現刑犯逮捕之外 由於他逃了七公里 過錢當中包括酒駕聚檢等等 這罰單金額高達二十一萬五千元 銀色轎車開得搖搖晃晃 遠景立刻鳴笛要他停車受檢 結果竟然一個迴轉 加速逃逸 警車在後方猛追 銀色轎車連闖好幾個紅燈 趕緊呼叫支援一同圍捕 對方想再來個迴轉 警車衝上前攔阻一度 發生碰撞 從高雄大樹區一路追到鳥松區 支援警力終於都到了 左側接後方包抄 向逃 門都沒有 卡住了 加油 小心 小心 遠景立刻把駕駛還有副駕兩人拉下車 有一絲酒味飄出 先失以酒色果然超標 小心 再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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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0.58喔 你走車只是0.58喔 駕駛成心男子 剛剛朋友吃薑母鴨 想說酒喝的不算多 教訓開車要回家 結果遇上警方攔檢 一時心虛 整路逃竄拒檢 過程中 城南一度衝撞警車 經警方切而不捨 約追氣10分鐘 於鳥松區神龍路 包圍藍頂 全案徵刑後 依公共危險罪及妨礙公務罪嫌 移送偵辦 承信駕駛沿路逃了7公里 警方總計對他開出六件告發 糾駕 闖紅燈 不服稽查及危險駕駛等等 除了調控牌照 最高還將被處以 21萬5000元的罰款 得不償失 記得高雄 綜合我等 字幕提供